好 再把视线的转向加拿大 看到这个温馨的场面 您是不是跟我一样 突然想到了一首歌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这浪漫感人的一幕 前不久就发生在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 华人老年协会里 106对老人穿着西服和婚纱 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集体婚礼 年过七十的金远志 眯着眼睛 仔细地端详着 和自己共度了48年 却是第一次穿婚纱的老伴 欣喜地说 老婆 你化妆之后 我都认不得你了哟 据金远志介绍呢 他们老两口啊 结婚时程序非常的简单 签了个字 领了张结婚证书 向毛主席居了个宫 这婚礼就结了 跟现在的年轻人相比啊 回想自己没有举行婚礼仪式 没有给老伴穿次婚纱 心里总觉得 亏欠他一点什么 跟金老先生一样呢 在老年协会里 有很多来自中国的老夫妇 大多都有类似的经历 幸运的是 安大略省华人老年协会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呢 于今年年初 为这些老人们 精心地准备了一场 特别的婚礼 他们为106对华人夫妇 补拍婚纱照 补办酒席 现在婚纱照都拍完了 下个月初 老人们将会举行一场 以歌舞为主要形式的 集体婚宴 相信到那个时候 会为更多的老人带去 难以忘怀的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